大象大象 寓意太平安康 勾针起笔 由缘入方 天宽地阔 我的大象如此善良 风起云书卷 大象伴我入甜甜梦乡 这期 我们一起来勾这款可爱萌趣的大象祖母方格 下面 背好浅灰色四股线 绕线与左手 环形起针 我们从大象头部开始勾之 勾针在圈内锁一针固定 然后 勾针通过圈内 带一个线圈 绕线 合并勾针上的两个线圈 一个短针勾之完成 继续在圈内勾之短针 一共勾之六个短针 完成后 收紧中心 找到第一个短针针目 勾针通过针目 带一个线圈 线圈先通过针目 然后 引拔通过勾针上的线圈 收紧 这是一针引拔针 至此 第一圈结束 接着 拉高线圈 勾之第二圈 线圈与长针同高 此时 用右手食指按紧线圈上端 然后 勾针通过线圈前方 自下而上的绕双线圈半圈 接着 勾针绕线 线圈通过勾针走侧的双线圈 然后 绕线合并勾针上的两个线圈 用这样的方法 直接勾出了第二圈的第一个长针 在这个针目上做标记 接着 继续在同一个针目勾之长针 勾针绕线一圈 通过下方针目 带一个线圈 然后 分两次合并勾成一个长针 一共在这个针目勾之三个长针 同一个针目 三个长针勾之完成 接着 在左侧针目勾之两个长针 然后 在下一个针目 勾之三个长针 至此 一组规律勾之完成 三个针目 一组规律 所以 在左侧剩余的针目上 按同样的方法勾出第二组 两组勾之完成 整圈16个长针 接着 通过开始长针针目 引拔 结束第二圈 完成后 由此处勾之长针 一个长针勾之完成 记得在每圈开始的针目上做标记 然后 继续在同一个针目勾之长针 一个针目一共勾之两个长针 一组完成 左侧针目勾之下一组 两组完成 照规律 整圈一共勾之十六组 一共三十二个长针 第三圈结束 接着 勾之第四圈 首先 在每个针目勾之两个长针 一共勾之五组 五组勾之完成 接着 左侧针目 先勾一个长针 然后 在下一个针目里 勾之两个长针 一组勾之完成 两个针目 一组规律 一共勾之十三组 十三组勾之完成 还剩一个针目 通过这个针目 勾之一个长针 第四圈勾之完成 整圈一共五十个长针 至此 大象头部上片完成 由此处流线阶段 从线圈处拉出断线 将线穿入缝针 用缝合的方式做收尾 首先 缝针通过第二个长针针目 轻轻拉出多余的线 倒回 通过最后长针中心 接着 通过第一个针目远离自己的半针 然后 轻轻地拉出多余的线 可以看到 我们缝出了一个连接针目 并且覆盖在第一个针目上 接着 轻轻地拉拽调整 直至这个针目与两侧效果一致 完成后 转至反面收线 可以在每圈开始结束的位置 往返通过几次 这样可以填补这个部分空隙 使支片正面更nice 照以上演示 收掉所有的线头 收线皆在反面操作 至此 大象头部上片完成 为方便余下的勾支辨别 我们提前做好标记 标记的位置用于勾支鼻子 首先 在支片正面 找到每圈引拔结束的位置 然后 第一处标记在第四圈的第一个长针上 接着 由第一针 逆时针数到时 标记第二处 完成后 放置一旁备用 接着 勾支大象头部的底片 参照之前的演示 用浅灰色另外起针勾支 勾到第三圈结束 勾支两片的作用 是为了塑造鼻子的立体感 所以 两者的区别点在第四圈 接着 我们来勾大象头部底片的第四圈 首先 在同一个针目 勾支两个长针 然后 下一个针目 勾支一个长针 一组勾支完成 整圈一共勾支16组 一共48个长针 完成后 在此处留线阶段 拉出断线 穿入缝针 用缝合的方式收尾 并在反面收掉线头 收掉所有线头后 大象头部底片的勾支也完成了 这个部分的勾支 同样适用于狮子祖母方格的头部 取金黄色对照刚刚底片的演示完成 收掉线头后备用 接着 取大象头部的上片与底片 上片在底片的上方 两者皆是正面朝上 下一步 一起来确定入针位置 由上片第二处标记的左侧长针技术为一 从此处向左鼠至7 然后 找到这一针的针目 注意 上片只通过远离自己的半针 接着 选择一个底片针目通过 底片通过完整针目 通过后 暂时放置一旁 取草绿色 在左手上带好 然后 从勾针通过的位置将线带入 带入后 固定线头 完成后 锁一针 勾支第五圈 然后 勾针通过刚刚通过的位置 带线勾支短针 在前两个针目 各勾一个短针 一共勾支两个短针 接着 继续以这样的方式入针 通过左侧针目 在同一个入针位置 勾支两个短针 至此 开始部分完成 余下 照视频方式入针 依次各勾一个短针 一共勾支11个短针 勾支的同时 收掉线头 11个短针勾支完成 然后 在左侧针目里 勾支两个短针 12个针目一组规律 参照这样的勾法 前方继续勾支第二组 两组勾支完成 继续勾支第三组 首先 参照之前的入针方式 通过两个支片 依次勾支7个短针 勾支完成 注意 此时上片左侧针目 为标记的第一处 接着 只通过底片 勾支4个短针 然后 左侧针目里 勾两个短针 至此 第三组完成 针法相同 入针不同 接着 只通过底片针目 勾支3个短针 完成后 底片还剩6个针目 上片从标记 第二处左侧技术 也是6个针目 接着 继续通过两个支片 连接勾支 一共勾支6个短针 勾支完成 从第三组之后 一共勾支了9个短针 接着 通过开始针目 引拔结束 引拔连接后 这9针与开始部分相加 形成了第4组 第5圈勾支结束 接着 锁一针 勾支第6圈 然后 通过下方针目 依次勾支短针 一共勾支6个短针 勾支完成 接着 锁一针 然后 下方空掉两个针目 通过前方第三个针目 勾支长针 在同一个针目里 勾支两个长针 完成后 勾针绕线两圈 通过左侧针目带一个线圈 接着 绕线 合并勾针左侧的两个线圈 然后 绕线 合并勾针左侧的两个线圈 最后 绕线 合并勾针上剩余的两个线圈 分三次绕线合并 勾成了一个长长针 同一个针目 再勾一个长长针 接着 锁一针 然后 同一个针目 再勾两个长长针 接着 在左侧针目里 勾两个长针 然后 锁一针 至此 一组规律完成 完成一组 记得空两针 通过左侧第三针目 勾制六短针等规律 两组勾制完成 余下 照规律 整圈一共勾制四组 四组勾制完成 通过开始针目 引拔 第六圈结束 接着 通过左侧针目 引拔一针 将第七圈开始的位置 调整到这个针目 完成后 由此处开始勾制长针 同一个针目 勾制三个长针 勾制完成 接着 空两针 勾制下一组 然后 继续空两针 勾制第三组 至此 开始部分完成 左侧空两针 通过左下锁针 右侧的这个针目 同一个针目 勾三个长针 接着 锁三针 然后 通过下方锁针 左侧的针目 同一个针目 勾三个长针 至此 角的勾制规律完成 左侧空两针 按规律 勾制三长针 空两针 每条边一共勾制四组 然后 左侧空两针 照规律 勾制下一个角和边 余下 照规律完成剩余部分 第七圈勾制完成 通过开始针目 引拔 结束这一圈 接着 锁一针 勾制第八圈 依次勾制短针 一直勾到锁针右侧针目 开始部分 一共勾了12个短针 接着 通过左侧锁针下方 勾一个短针 然后 照视频 通过中间锁针 在同一个入针位置 勾三个短针 接着 通过锁针下方 勾一个短针 至此 一个角勾制完成 然后 通过左侧针目 依次勾制短针 一条边一共18个短针 然后 左侧锁针处 按规律 勾制下一个角 余下 照规律完成这一圈 勾制第四个角完成 再勾6个短针 然后引拔结束 与开始12个短针相加 每条边都是18个短针 接着 锁一针 勾制第九圈 首先 依照针目勾制短针 开始部分 勾制13个短针 然后 在左侧上圈 一个针目三短针处 勾新的角 先勾一个短针 接着 中间针目里 勾三个短针 然后 左侧针目 再勾一个短针 一个角勾制完成 余下 照这样的方法原则 完成剩余部分 第九圈勾制完成 接着 按规律 叠加勾完第十圈 十圈完成后 从结束的短针断线拉出 用缝针做收尾 同时收掉线头 然后 转至反面 沿着反面短针 竖线纹理收线 至此 大象方格部分演示完成 放置一旁备用 在此基础上 补充狮子的方格部分 取代青色 在左手上戴好 拿起脸部支片 正面对着自己 首先 明确入针位置 通过每圈引拔的位置 确认出第四圈的第一个长针 然后 从第四圈第一针 技术为1 一直数到6 接着通过这个针目 远离自己的半针 由此处将线带入 固定线头 锁一针 接着 由这个入针位置 依次入针勾支 勾支方法与大象第五圈相同 区别点是 狮子头部只有一个支片 所以 第五圈 只需通过远离自己的半针 按规律完成即可 余下 第六到十圈的勾支 与大象方格完全相同 至此 狮子方格部分完成 放置一旁备用 接着 找出大象方格 取浅灰色 在左手上带好 一起勾支大象鼻子 将标记处朝上 然后 从第一处标记 对应针目带线入针 固定线头 接着 锁一针 然后 开始勾支长针 每个针目各勾一个长针 一共勾支十个长针 接着 跟着视频旋转 从反面 通过第一个长针针目 通过后 引拔 鼻子第一圈结束 接着 由此处 勾支长针 第二圈 依照针目 勾支四个长针 完成后 勾支一个长针并针 先通过左侧针目 勾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然后 通过下一个针目 勾支第二个长针的未完成针 接着 绕线 合并勾针上所有的线圈 一个两长针并一针完成 左侧还剩余四个针目 对应勾出四个长针 勾支完成后 在最后的长针断线 拉出 线穿入缝针 然后 用缝合的方式做连接 接着 顺着纹理 将线往返收在比较隐蔽的位置 至此 鼻子勾支完成 接着 左手戴好浅灰色 准备勾支耳朵 首先 勾支右耳 我们先来明确入针位置 从鼻子左侧 找到第一个半针 向上计数到7 从这个半针 入针勾支右耳 由此处 将线带入 固定线头 锁一针 然后 通过同一个针目 勾一个短针 接着 左侧针目里 勾两个短针 然后 依次勾支三个短针 接着 左侧针目里 勾支两个短针 完成后 左侧针目 勾一个短针 至此 耳朵第一排完成 锁一针 照视频方面 勾支第二排 首先 下方空三针 通过左侧第四个针目 勾支三个长针 一组完成 一共勾支三组 使用三个针目 完成后 锁一针 第二排勾支结束 下方继续空三针 从上排锁针反面的右侧通过 在此处引拔一针 接着 锁一针 翻面 勾支第三排 通过反面的第一个长针针目 在这个针目里 勾支两个短针 接着 左侧针目 勾支一个短针 两个针目一组规律 一共重复四组 四组完成后 在剩余的针目里 勾支两个短针 接着 锁一针 耳朵勾支完成 在此处留长线阶段拉出 长线用于收尾和缝合固定耳朵的外扩 然后 勾支左耳 首先 确定入针位置 从鼻子左侧找到第一个半针 向上数至7 在此处做标记 这是 左耳第一排结束的位置 从标记处左旁数至6 左耳由此处入针 勾支的方法 与之前演示的相同 勾到第三排完成 留长线阶段拉出 接着 将预留的长线穿入缝针 跟着视频的演示 做收尾 然后 从相近的位置 将多余的线带到反面 接着 准备固定耳扩 固定时 两耳腰对称 可以参照其在底片位置 对称缝合 接着 跟着视频的演示 从收尾处缝合至另一端 操作时避开边缘针目 这样成品更加生动 缝合到第三排开始的位置 这个部分空隙有些大 如有必要 在此处 用缝合的方式稍作修饰 然后 转至反面 顺着同色纹理收线 织片完成后 找一对半圆眼镜和慢干胶 将眼睛粘贴在自己喜欢的位置 这里 我每一片都是固定在了 第三圈对称的地方 综上 一片可爱萌趣的 大象祖母方格就完成了 同样的方法稍作改动 还能变成小狮子 关于狮子的配件等 我们下期再会 感谢观看 后会有期